大家好,欢迎来到风行课堂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起爆点和分尸图分钟级别的一个共振运用 这里因为很多粉丝通过学习专栏加公开课的综合学习 成功率有了大大的提高 已经开始盈利了 说明啊,这一部分朋友啊,掌握了综合运用的方法 但还有一少部分粉丝朋友,怎么说呢,还有欠缺 在实战运用上,可能有些成功率不高 或者导致一些股票是买点出现 但是呢,并没有上涨 或者反而有的还出现亏损 这里啊,不是技术不好用 而是你没有结合起来用 那么今天我着重讲一讲起爆点和分尸图分钟级别的共振运用 好,我们先说起爆点 起爆点是什么? 就是趋势扭转的股价上涨的一个强烈型号 是明显的资金行为和主力行为 那么你在把握好之后,学会这个形态 注意,起爆点都是在日线 讲的都是形态 量价 趋势扭转 那么你要结合分时 一般起爆点我们用的是五分钟 因为五分钟级别能涨四到八个小时 再结合六十分钟 六十分钟可以决定趋势的延伸 可以看到是反抽还是扭转 再结合什么呢? 我们的八量注意 一定要结合起来 就是分时图分钟级别加资金 这样成功率会更高 爆发力会更强 好,我们先说一下 首先我们说的起爆点 一般都是有突破性,扭转性 那么很多人在买入股票的时候 打个比喻 这是一个高点 回落之后 在这里出现一个买点 但是并没有突破 你要注意这个高点的压制 那么有的起爆点 刚好是一个突破性的五分钟级别 这个就比底下这个要好 对不对 来,我们举一个案例 我们说这只股票 看到吗?来 那么这只股票 我们看到 上升趋势回调 打板之后 首先这里有明显的缩量坑 然后 长阳反暴 缩量板 注意缩量板是明显的资金行为 你看那么次日 又出现一个上攻 但是这里有下影线 既然有下影线 那我们就有择机进入的机会 来,我们看一下它的五分钟 五分钟啊 首先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个位置属于趋势的扭转 是一个什么呢?起爆量 这里你可能抓不到 但次日放量收什么黑洋 跳空 然后补缺口回落 注意 那么在这里啊 你要会扒量的人会发现 有 那么在这里啊 以这个量为基础 那么这里首先 这里一个缩量氧反暴 然后又一个压量氧 然后出现一个过量 那么这里啊 就出现一个补量 我们认为这是洗盘的 放量上攻之后 缩量回挡 然后出长阳反暴 这个巴勒里边讲的很清楚呢 而且五分钟趋势并没有突破 我们看一下 五分钟趋势并没有突破 那么这天我们看 打板这天我们可以看多日看盘 对吧 你看在这里 涨停之后 在均价线附近 一个微型向上 对吧 然后过 而这天的均价线 并没有在涨停板均价线之下 还在涨停板 股价线收盘价之上 我们认为这是一洗盘 而且肩底向上 一旦过盘中高点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趋势的延伸 通过量来讲 也是资金净流入 因为它有一个放量跳空 之后啊 然后出现一个什么呢 放量跳空之后看到吗 探底回升过高量 所以说这只股票 我们认为 打板之后出现一抛压 洗盘回挡之后并没有走坏 反之如果这只股票 如果这只股票在这里出现 均价线再下穿 股价线再回落 我们认为这只股票就废了 对不对 好这是一个来我们看下一只股票 我们看这只股票 那么在这里啊 首先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突破性的阳线 对吧 是一个突破性的 那么当突破之后 你看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什么呢 注意这都讲过 缩量长银 缩量地量 收兴 这见的地量 那么次日起报 注意 这是一个突破性的买点 我们看一下它的五分钟 那么五分钟 在盘中我们可以看到 很明显的 当股价站到最 这是五分钟线 站到最上面一条线 这是临界点 对吧 股价由上 由下而上 临界点 划过来 那么这个临界点 如果说你会看 你就用成本区 如果你不会看 就哪里啊 就用最高点 最高点 就把它这么画过来就可以了 这就是最高点 对吧 最高点 然后出现量 那么当这里出现 这叫压量过 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买点 来最高点是多少钱 我们看一眼 17块一毛 对吧 好了 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里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 我们先看到它的实体 对不对 来 先看它实体 18块一毛 那么当盘中突破的时候 五分钟买点 出现的时候 是17块一毛 对不对 17块一毛 也就是说 它只是一个反包 这个位置 就是反包阴线 注意 只是反包 这个阴线的扭转 反包 缩量长阴 那么这里啊 五分钟出现买点 你就可以建仓 毕竟是星 地量 加阳线 然后一旦突破 可以再次加仓 听懂了吗 那么第一次买 是试探性 是五分钟 惯性 当我们看到 有资金来的时候 那么它的概率 就会特别的大 就是在这个位置 看到吗 当你出现 这个放量突破 那么在这里的突破 是18块三毛 对吧 18块三毛 是放最高的量 而18块三毛 是什么位置 注意 18块三毛 刚好就是突破 前期高点 来 就这个位置 多点重合 你看这个高点 看到吗 18块三毛 这高点 18块一毛 对吧 那么这个高点 18块四毛 这里向上市 来 画过来 对不对 来 18块三毛 突破的时候 是绝佳的 起爆机会 那么这个 当日涨停 今天又最高 盘中一度大涨 19个点 就是这样的股票 你可以 去 好好把握住的 毕竟啊 那么在 实战当中 你要去选股 你看 像这是一个 箱体的一个突破 对不对 来 突破箱体上沿 你看这是一个 重心上移 关键是这里 有个缩量 缩量阴阳 那么像这里啊 有可能五分钟 也会出现一个买点 但是这个买点 没有突破 对吧 那么在这里 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市 像啥 注意 市顶之后 冲高回落 对吧 所以说 所以说 在这些位置的把握上 大家一定要结合起来 量 价 现 行 位置 这就为什么很多人 我怎么这个五分钟 没用好 五分钟啊 一般的 我们用在 这个短线上 那么如果离着压力位 远 说上方压力十块 我这股价在九块钱 起包 哎 有十个点的空间 行 如果上方压力十块 我的股价都到九块六 九块七 而且这个量还不足 注意 量 所有的资金拉升 都要放量 所有的 突破 都要带量 上空 比如说 缩亮阳 缩亮阳不代表 他突破的时候 没亮 只是在回答的时候 他没有抛压 那么这节课啊 就关键解决一些粉丝 我在抖音直播间 看到很多粉丝 就是说 哎 我到现在没用好 在一个专栏课 我都 我们家教学是 由浅到深 一节不能拉 是吧 很多粉丝在下面说 包括有些粉丝 前段时间也是这个问题 老是不做好 老是不做好 但是通过这段时间 的综合学习 哎 前一天有些粉丝说 我又盈利了 开始 前段时间 真的 这些课不能拉下 他这些课都是综合的 包括分时 分钟 量 起爆点 起爆点里面有个必杀技 必杀技 它是强势组合 你看我为什么不给你上来 挂那些掌停板 什么黑马战法 没有用 如果你没有基础 你就没有低基 你没有根基 盖的就是学的越高 越容易塌方 这就为什么很多人 为什么 打板不会打 打了还亏损 感觉学的挺好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它的本质 你只看到这个行 涨了 上工了 放量了 所以大家在学习当中 有浅到深 很多人也在咨询我这个问题 私下留言 先从分时 一到六十分钟 一个逃顶是两套 一个抄底 然后 然后再起爆点 必杀技 但是这里差一个 八量 我们上的晚一点 但是你要现在分时 分钟加八量 这是一个基础 八量战法 全网没有 你好好学吧 对你做T加零 都有很大的帮助 好了 那么这节课 给大家就讲到这里 那么也提前预祝大家 中秋节快乐 天天开心 股市赚钱 感谢大家的点赞留言 新来的朋友 可以点关注 看网期视频 我每天会更新一些视频 那么这段时间 我们先把不要有人说赶紧上高级课 我跟你讲 你初级都没整明白 一点点的来 学的多会乱的 好感谢大家